从1895年10月到1911年4月 革命党人进行了十次武装起义 无一例外全部失败 一开始大家认为起义失败 是因为慈禧还活着 但慈禧死后 孙中山、黄兴精心筹划 集中了同盟会精英发动的黄花岗起义 仍旧以失败收场 这场起义失败导致的影响 用孙中山的原话说 无党精华复制一句 他由此认为 革命党要想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 估计还要进行一场20年的持久战 然而 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黄花岗起义几个月后 武昌的两个小革命团体 文学社和共进会组织的一起起义 却阴差阳错地推倒了多米诺骨牌 最终令清王朝土崩瓦解 1911年 蒋一武等人在武昌黄鹤楼举行会议 将之前的镇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 蒋一武任社长 文学社成立后 积极开展活动 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会员 蒋一武为了发展会员 还参加了新军 他的公开身份是新军第21混成鞋 41标三营左队正目 当时 湖北新军编练有一阵 一混成鞋 官兵合计16104人 这其中文学社成员占比约五分之一 文学社在新军中积极扩大组织的同时 同盟会的外围团体共进会 也把目标转向湖北 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 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不过即便按照这个趋势发展 武昌起义的成功性也不大 毕竟革命力量还是太弱了 但就在这时 清政府送上了一份大礼 1911年5月 清政府公布了筹备多年的责任内阁名单 看到这份名单后 举国哗然 13人的内阁 其人竟然占到九席 其中皇族7人 而汉官却只占4席 如此扯淡的权力分配 瞬间让立宪派对清政府彻底寒心 清末政治格局 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 力量都不强 真正强大的是立宪派 当时 真正的保皇派就是八旗少壮派的那一小戳子 革命派主要是留学生和会党 数量也很少 立宪派是些什么人呢 广大的地主 身上 大部分汉人都府 各省新军 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 乃至一些中下层旗人都属于立宪派 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群体 强大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 同盟会都不得不极力拉拢 然而 清政府中的顽固派 却不在乎这群人的感受 什么责任内阁 什么参政义政 想分我的蛋糕 想都别想 立宪派苦等多年 却发现自己被耍了 一时间 许多人认清现实 转身投入革命 而就在此时 清政府又下了一步臭棋 皇族内阁成立后 为了偿还列强的借款 取得外国的支持 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将广东 四川 湖北 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 收为国有 然后再卖给外国银行 朝廷言而无信 四川民众立即掀起罢市 罢克风潮 熟理四川总督赵尔峰下令镇压 打死30余人 但形势并未因此好转 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运动 1911年9月 四川的立宪派 同盟会 割老会 联手闹市 围攻省府成都 面对形势即将失控的局面 清廷极调都败越汉 川汉铁路 大臣端方率 湖北新军6000人 入川镇压 端方带来的这6000新军 倾向革命的官兵不多 而留在武昌的1万余新军 支持革命的约4000人左右 另外还有许多摇摆派 如此一来 革命力量在武昌新军中就占了上风 1911年9月24日 见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文学社和贡进会召开联席会议 确立由蒋义武任总指挥 孙武为参谋长 刘公任总理的领导班子 并决定于10月6日发动武昌起义 会后 蒋义武派人通知湖南贡进会领导人交达峰 约定湘厄两省同时在10月6日发难 起义时间之所以要定在10月6日 是因为这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 而民间一直有传言农历8月15杀达子 可是就在两个革命团体开会的当晚 武昌城外却发生了南湖炮队事件 9月24日夜 驻扎在南湖的新军炮队 有几名即将退伍的士兵喝酒喝嗨了 常言道 酒不醉人人自醉 人一旦喝高了 情绪到位 天王老子来了都得当面扇几个耳瓜子 这几人在酒精的刺激下 想起自己平时被排长欺负的委屈事 顿时愤慨不已 便抄起家伙找排长打了一架 打完架后 酒猛子们还不解气 又从军械库中推出三门大炮 准备开炮轰了军营 只不过 大炮和炮弹平时是分开存放 这几个人当时又是醉醺醺的 没找着炮弹 等到酒一散去 几人发现闯下大祸 一晃而散 这场闹剧才收场 事后 虽然湖广总督瑞邓和湖北新军第八镇统治张彪选择冷处理 只是将闹使士兵开除军级 草草了事 但这件事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就是打草惊蛇 瑞邓为了避免再发生此类事件 下了三道命令 一是收缴士兵子弹 执勤士兵除外 实行卸弹分离 收缴的弹药所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 二是加强管理 严禁士兵以会参等名义搞私人团建 宣布农历八月十五不放假 军队提前过中秋 三是宣布换防 将武昌新军一部分营队与住房移昌 襄阳 岳阳等地的新军互换防区 这一变故影响太大了 因为蒋一五所在的四十一标三营要被调防到岳阳 与之同时 湖南那边也发来密电 说准备不足 恳请延期十天举行 不得已下 起义指挥部只好将起义时间推后 延至十月十六日 推迟起义也不一定是坏事 至少准备工作可以做得更充分一些 然而革命党人在准备期间 却又出了意外 十月九日 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配置炸弹时 一不小心引起爆炸 关于爆炸的原因 史学界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刘公带着弟弟刘童跑去凑热闹 刘童当时正在抽烟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看到满屋子的炸弹 竟然随手弹烟灰 结果把烟头弹入炸药中 引发剧烈爆炸 二是说孙武当时喝了酒 精神格外兴奋 他看着满屋子的炸弹 一时兴起 抓起一颗炸弹往暗桌上一顿 不料用力过重 导致了爆炸 不管爆炸是因何引起的吧 反正结果就是一屋子炸弹爆炸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租界的巡捕肯定要来查明情况 在场人员来不及收拾 只得仓促转移 将受伤的孙武紧急送到城外 等到寻补来了后 在废墟中搜出了革命党的名册 这下闹大了 瑞邓文训立马派人交涉 拿到名册 然后放出狠话 第二天照单抓人 把军中的革命党全部抓出来毙了 其实瑞邓只是在作秀 他的实际打算是杀几个革命党头头就罢手 四千多革命党 如果都杀了 湖北新军也散架了 但正所谓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瑞邓的虚张声势 反倒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 众所周知 造反或起义都需要做战前动员 动员力度越大 成功把握才越大 而最好的动员方式 莫过于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只有当大家没了退路 士气起来了 不得不拼死一搏 才会勇于在战场上玩命 起义城市的概率自然就高 新军中的革命党并不知道瑞城的真实打算 顿时人人自危 10月9日夜 德西情况危急 蒋义武从岳阳赶回武昌 召集刘富基 彭楚帆 杨洪胜 邓玉林等人商议对策 商议的结果是决定当晚12时 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 举行全程起义 傍晚时分 邓玉林负责到南湖炮队传达总指挥部的最新命令 杨洪胜则带着两核子弹 打算悄悄送给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 但邓玉林出门前 武昌各个城门都已提前关闭 导致他无法出城 而杨洪胜送完子弹后 刚走出工程营的营房门 就被清军带住了 结果 蒋义武一伙人没等来炮响 只等来了屋外的大批军警 面对军警包围 彭楚藩 刘富基当场被捕 只有蒋义武假扮成厨师 诚系逃脱 10月10日清晨 彭楚藩 刘富基 杨洪胜在湖广总督署东元门外遇害 处决了彭 刘 杨三人后 瑞邓在加强督署的防卫 急要到巡逻的同时 还禁止各营官兵串门 不能串门 意味着得不到最新消息 估摸着大难临头 工程第八营班长熊炳坤 赶紧召集蔡继民、吴显、金兆龙等革命党同志 举行秘议 大家一致认为 事情有变 不能再等南湖炮响 与其座椅待毙 不如奋起一击 成败在此一举 就算起义失败 也能轻使流明 秘议后 几人分开搞弹药 通过各种方式弄来六合150发子弹 当晚 工程营一个叫陶启胜的牌长查房 陶启胜见金兆龙不睡觉 还在擦枪 便大喝道 你要造反吗 金兆龙早就等着这一刻了 随机站起来说 你说老子造反 老子就造反 伙计们 还不动手 更等何时 说吧 就与陶启胜打成一团 随后 一个叫成阵营的士兵 向陶启胜开枪射击 这一枪 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听到枪声 熊炳坤冲到室外 又连放三枪 作为起义信号 然后 熊炳坤带着工程营的数十人 赶往楚望台军泄库 当时的楚望台军泄库中 除有数万枪支 子弹数十万发 如此要地 几十个人显然是拿不下来的 不过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 守卫军泄库的士兵主动打开了大门 表示我们也支持革命 取出军泄库内的弹药后 工程营几十人集体朝天放枪 这一连串枪声 惊动了武昌城内的 其他军营的革命党 虽然起义领头人这会儿都不在 可是先前的谋划早已布局好 蒋义武的首令 也基本上已经送到个营 大家只是等待那第一声枪响而已 既然第一枪已经打响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很快 各营革命军纷纷赶到楚望台 军械库取弹药 总计三千人 先前 瑞凳为了省事 把新军的武器弹药 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 但不想 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 反倒在客观上 让起义部队不约而同的聚拢在了一起 不过 虽然这时候参与起义的人很多 其中却没有高级军官 中层军官也没有 大家相互望去 看到一个叫吴兆林的连长 于是 吴兆林便被众人推举为临时总指挥 吴兆林火线上任后 做出如下部署 指挥部设在军械库南端 以两个排首位军械库和指挥部 以一个队夺战中和门 迎接城南炮队入城 派数人向通乡门 中和门一带侦查敌情 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 派人分头递信 催促武昌城北还为启示的各营响应 另留一支预备队在军械库北端集结待命 驻守城北的第21混成鞋子重队 工程队和炮营收到消息后 本打算就近从武圣门入城 但众人没弹药 连守卫城门的消防队都打不过 只好绕了一大圈 由通乡门和中和门入城 该来的都来了 其一军碎兵分三路 进攻湖广总督衙门和第八镇司令部 进攻期间 第八镇统治张彪指挥清军顽强抵抗 以致攻打总督府变成了一场血战 为了减少伤亡 其一军在总督衙门附近放火 引导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 向火光处发炮轰击 顿时击垮了清军的抵抗意志 瑞邓见势不妙 命人打破都属后墙 从长江坐船逃走 张彪听说瑞邓跑了 无心恋战 也带着人马退出武昌 如果瑞邓和张彪不跑 战斗估计还得打上一两天 但两人仓促逃走后 被甩在城内的清军士兵群龙无首 斗志全无 只好投降了革命党 1911年10月11日上午 武昌城头飘扬起 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 宣布武昌起义胜利 第二天 起义军趁胜追击 渡过长江 接连光复汉阳和汉口 至此武汉三镇光复 但还是那个老问题 当起义军掌控局面后 大家左看看 又看看 事先制定起义计划的领导人 现在一个都不在武昌 蒋义武在先前的大搜捕中逃脱 这会儿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孙武先前因被炸弹受伤 这会儿还在医院治疗 刘公此时也不知道在哪里 参加了起义的人中 最大的官一就是连长吴赵林 这种分量明显压不住场 也无法激发武汉市民支持革命 所以 起义军接下来只好另找大人物出任都督 组建湖北军政府 一开始 大家决定推举湖北自义局议长汤化龙 汤化龙是湖北立宪派领袖 在当地颇有些声望 如果他能同意 当然很好 但汤化龙担心万一朝廷反扑 自己会被诸九族 便婉言谢绝 见汤化龙不干 起义军又找到第21混成鞋的鞋筒黎元宏 按照以前的说法 黎元宏是被起义军从床下拖出来 强行推上都督之位的 不过近年也有人考证过 黎元宏床下都督的说法 源自民国初年的细说 其一发生时 黎元宏确实惶恐过 抵触过 也亲手杀死过一名革命党士兵 恐慌情绪影响下 使他躲到参谋刘文吉的家中 但当起义军总指挥部派人来请他后 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出任了都督 事实证明 推举黎元宏做都督是相当正确的决定 毕竟是旅长级别 全国也没几个 据实在 当第一份中华民国军政府恶军都督离部告 张天宇武昌街头时 到处挤满了围观民众 不识字的人请识字的人念给他们听 武昌街头巷尾 可谓万头攒动 群情激愤 受此影响 一些隐匿逃散的军官纷纷出来 表示愿意归赴军政府 之后几天 各省云集响应 10月22日 长沙新军起义 湖南巡抚于成阁逃走 湖南独立 同一天 西安新军起义 宣布陕西独立 张凤惠被推举为秦隆富汉军大统领 10月23日 革命军在九江发动起义 建立革命政权 7天后 江西全境宣布独立 吴介章出任江西都督 10月29日 太原新军士兵起义 山西独立 10月30日 蔡厄率领云南新军发动重九起义 云贵总督李京西被李宋出境 11月3日 上海独立 陈其美被推选为都督 11月4日 贵州巡抚沈于庆主动辞职 贵州独立 11月5日 浙江革命军攻入巡抚衙门 升勤浙江巡抚增运 同一天 江苏巡抚成德权在苏州宣布反正 被推举为江苏都督 随后 江苏 这将革命军组成江浙联军 攻打南京 两江总督张仁俊逃跑 江南提督张勋兵败 退走徐州 11月7日 广西巡抚沈炳昆坤仿孝成德权 宣布广西独立 被推举为广西都督 11月8日 安徽各方人士请求巡抚朱家宝响应起义 朱家宝最初不同意 后在袁世凯默许下 又改变主意 宣布安徽独立 就任安徽都督 11月9日 福建新军发动起义 免着总督松寿拒步投降 率领住房八旗与革命军激战 兵败自杀 随后 第十镇统治孙道仁被推举为都督 同一天 广东民众要求梁广总督张明奇宣布起义 张明奇假意接受 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 但随后借机逃跑 胡汉民接任广东都督 11月13日 山东巡抚孙宝奇迫于压力 宣布独立 被推举为山东都督 但十几天后 在北洋军的压力下 山东又取消独立 11月27日 四川总督赵尔峰无力控制局面 主动释放原资议局议长蒲甸郡 定义交大权 尹昌恒被推举为都督 四川的独立 让此前率军入川的端方很尴尬 为了笼络人心 端方为每名士兵颁发发银制奖章一枚 五品军功杂子一箭 然收效甚微 端方最终死于军队滑变 除了上述区域外 革命党在东北 河南 甘肃 新疆也发动了起义 其中 东北 河南 新疆的起义失败 甘肃起义反复多次 直到1912年3月 才迫使陕甘总督长庚移交大权 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 而此时的清朝 已经灭亡了 回看武昌起义前后 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 自始至终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但就是这么一场意外频出的起义 却让清王朝这家百年老店最终垮台 如果 当时的清政府不搞什么皇族内阁 不打破政治平衡 即便武昌起义能成功 后面也很难引起 十五省响应起义的连锁反应 但当皇族内阁名单公布后 立宪派内部发生分化 许多人愤而倒向革命派 清政府也失去了统治根基 怎么说呢 这就是典型的吸口气都能咳死你 压死骆驼的不是那一根稻草 是那许许多多的山